主啊,感谢您 主啊,感谢您 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上帝啊,您饶恕我们 我父啊,您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相信我父是万福的泉源 我们内心的难过 只要向我父一一承认告白 我们相信我父为我们解决这一切 求我父使我们在每件事情上 只认定上帝 使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 使我们领受上帝资予我们的平安 求我父使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只顺从上帝 这时候上帝为我们行奇迹 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行奇迹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的后孙越来越好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做爱国者 求我父使我们都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义的器具 在今天求上帝使我们只种下善的果子 我们相信上帝使用我们 使我们承担起更大的事业 为人类献出贡献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羊 我们嘴里所讲出来的话 都会吃在自己的肚子里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们嘴里所讲出来的话 都会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在这凌晨我们来得到上帝的帮助 来领受真言十章二十二节的祝福 这次我培养牧师又收到了一封信 我忘记这位信徒是哪个领域的博士 他是一位博士 他又写下一封感谢信 信的内容就是感谢主 感谢主的恩典 在世界各个角落 都有做四阶段悔改的信徒 都有一些见证 而在座的各位 好多信徒说 我怎么还不行呢 我怎么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呢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还装满贪婪和偷盗的心 我内心有贪婪和偷盗的心理的时候 是得不到祝福的 大家知道我们一个人能成功 首先是懂得支配和管理自己 在东方也有一句话说 要修身齐家 首先是从我做起 我首先要懂得支配和管理自己 而在这世上 无论是哲学还是学问 都没有任何办法告诉我们 如何修身齐家呢 如何才能做到修身齐家 如何才能做到管好自己 或者是说支配自己呢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学说 或者是方式 也没有 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修身齐家 世上有再多的学问 再多的宗教 也没有任何地方能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 只有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 那么释迦摩尼算是 讲了一句对话 确实释迦摩尼也帮不了什么 佛教的理论是让我们自行修道 自行得道 这话没有错 因为确实谁都帮不了谁 而上帝呢 上帝说上帝为我们负责一切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人是不行的 我们人自己做不了什么 唯独上帝帮我们 全要依靠上帝的帮助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全能者上帝要帮助我们 而我们总是在排斥这祝福 甚至说不想得到这帮助 而嘴上还口口声声说 哎呀我要得到帮助 而我们的行为上呢 在违背上帝的帮助 所以就变成了矛盾的心怀二意 都是在说谎了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集 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懂得支配管理自己 我们也懂得支配管理这世界 为什么在这世上我们要学习功课 好好学习呢 好多人说通过学习能学会忍耐 在这世上一个人懂得忍耐 都要就说这个人是个道士 学问越多 学识越多的人 看似就更加稳重 看似就有忍耐心 而这忍耐 靠着自己的忍耐 这是强忍应忍 把情绪都积攒在内心里了 而通过基督的宝血 洗嘴认罪 做四些段悔改 这时候在基督里 上帝使我们忍耐 在这世上 好多人都因为心里有压力 大家知道动物是没有压力的 而我们人心里会积满 积攒情绪 有一些压力 上帝说 如果我们人不领悟的话 就如同灭亡的处来呀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这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上帝告诉我们 千家户有千个担子 万家户有万个担子 甚至有些人说 那么没有孩子是最好的祝福吗 这都是什么理论呀 上帝说儿女 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赏赐 而且学的越多 忧愁就越多 财产越多 忧愁也多 在这世上就有各种的理论 有各种的说法 儿女多了也是麻烦 财产多了也是麻烦 学的更多也是麻烦 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理论 和世上的总结 我们心里总是带着这种 世俗的想法和总结的话 就比如说一个坛子里 装了泡菜 大概装了 淹了这个泡菜 大概有十多年了 那这个坛子里就 沉浸了很多泡菜的味道 就像我们心里的罪恶 我们心里沉浸了 尽是世俗的总结和世俗的想法 这时候是领受不到 崭新的祝福的 所以我们洗坛子的时候 用水来洗干净 彻底的洗 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以二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阿们 上帝是多么的心疼我们 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和忧愁的 所以任何人都能得到 稳稳当当的得到 有些人都希望得到财富 但是大家知道吗 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 有钱了反而会害自己 比如说中彩票了 往往没什么钱的人 想图一张彩票 然后发大财 也是很懒惰的心理 有个十块钱 就想买个彩票 然后呢 万一又中了一张彩票呢 结果呢 被惊吓住 一被惊吓住就死亡了 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 海外也有 大家知道曾经有一句 有一个电影 说天堂也在流泪 我曾经也看了这部电影 这个 电影的主人公 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呢 就赚了很多钱 结果这俩孩子 人生就走向下坡 因为有了钱 这俩孩子就开始放荡了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稍微事业上有了起色呢 就说哎呀 事业太忙了 没时间来教会了 这都是不懂得支配和管理 把自己的事业和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结果就 离开上帝 走向败坏了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和忧愁的 我们担心忧愁的时候呢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担心忧愁是走向败坏的 上帝不希望我们走向败坏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是 只要我们心里存正直的心 使我们领受这祝福 而且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是 没有任何担心忧愁 所以任何人都能承担得起 年长的人也能承担 年少的人也能承担 不需要担心和忧愁 是稳稳当当的 所以只有在基督里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在基督外边的 所谓的起色 所谓的好 这都是担心和忧愁 不是祝福的 提摩带前书六章十节 担心忧愁是刺痛自己 刺伤自己的 不仅刺伤自己 还会刺伤子孙三四代 在基督里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忧愁的 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祝福 我再来读一遍 二十二节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是耶和华赐福于我们 是上帝赐福于我们 那有些人不信耶稣 怎么也这么好呢 那这都是恶人 成了恶人的时候 好像能得到祝福了 这都是属于什么呢 恶人所积枕的财富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这在圣经经文中 真言十三章 真言十三章 二十二节 恶人看似有起色 好像蒸蒸日上 那一切积枕的财富与能力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在座的各位 或许有一些信徒 曾经是有钱 很有财富的 而大家是怎么赚来的那钱 大家都很清楚 都是辛辛苦苦 小心翼翼 辛苦受累 担心忧愁得来的 那不叫祝福 而我们呢 心里总是 沉浸在曾经过去的想法 沉浸在世俗的想法 上帝赐予我们祝福的时候 是希望我们内心 是一个崭新的心的 洁净的心灵 这时候能承受住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我们找下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而我心里呢 总是惦记着我曾经的想法 哎呦 千家户具有千个担子 可怎么办呀 我心里带着这种想法的时候 是得不到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的 儿女笑死多才是好事啊 上帝做事的时候 只会是为我们越来越好 而我们的内心 并不带着这样的心理 我们心里呢 并不是好的姿态 全能者赐予我们的祝福的时候 是不带着任何担心和忧愁的 也没有谎言 而我们得不到是因为 我心里歪曲 我心里是歪曲的 比如说 这坛子曾经是 淹了泡菜 淹了好长时间了 而这个盘子的泡菜 倒干净了之后呢 全倒掉之后 用水泡了很长很长时间 把里面这个沉浸的这个泡菜味道 全洗干净 全淘干净了 这个盘子里就能装新的东西 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 而上帝告诉我们 我心里存什么样的心 就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 而我们心里总是惦记 儿女多 这是很烦的 结果就不给我儿女的祝福了 好多人嘴上就像唱歌一样 讲 哎呦 儿女多多麻烦 多烦 那这样怎么能得到祝福呢 甚至最近 我们国家都在养一个儿女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不认罪悔改 不敬畏上帝的话 这儿女上帝也会没收的 为什么最近有很多独生子女去世呢 好不容易养好了这一孩子 结果这孩子命没了 好多做父母的就很是痛苦 上帝许可的时候 这儿女才能养育得健健康康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儿女 这一切如果是来自上帝的祝福的话 儿女做孝子 也是健健康康的 所以我们讲什么样的话 这很重要 我讲出来的话 都会吃在自己肚子里 也会吃在我儿女的肚子里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好多人说 哎呦 儿女多 我就很头痛啊 我们祖上整天在喊冤 喊委屈 我们也这样 我们也嘴上总是喊着 哎呦 儿女多了多烦呀 这时候就得不到祝福了 上帝一看 哦 你嘴上都说 儿女多反而觉得烦 那就不给你儿女 那就不给你儿女吧 甚至好多人去医院 做手术 为的是 就是避孕的手术 我们心里怎么这么的歪曲呢 我们首先不认识 我们首先不认识自己心灵 是歪曲了 我们心里的想法要完全改变 完全成崭新的基督里的心怀意念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的想法总是没有变化 我心里总是带着曾经的想法 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的 更得不到财富 不认罪不悔改的人 好像很有钱 有几个房子挺好的嘛 这时候心里 家里是不踏实的 儿女们开始在那里 又是打呀 又是吵啊 结了婚之后呢 娶的媳妇呢 就变本家里的更吵 更闹 那这也怪不得人家 本身是因为我心灵歪曲了 是我心灵歪曲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只有基督的奥秘 能医治我们的国家 好多人有了一点财富呢 就发现兄弟之间开始 怀恨结怨结仇 不信主的人 已经是相互结怨结仇了 父母稍微有一些财富的话 儿女就开始为了争财产 起诉啊 相互结怨结仇 有位长老说 他的儿女有三个 那我朴牧师心里一想 啊 那这位长老的儿女 肯定也不 也 肯定也 不平安吧 不认识基督奥秘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朴牧师也一样 我的悔改一欠缺了 我的悔改一少了 我家的儿女就不歇停 就开始要吵啊闹啊 但是我认罪悔改 悔改得很好 虔诚的时候呢 儿女们就相互平安 相互互 也是很和睦相处的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血来 洗净我们内心的罪恶 我心灵歪曲的部分 我心灵肮脏误会的想法 都要求基督的血洗干净了 这时候基督的保血 帮助我们 使一切的不好的想法 都丢掉 通过基督的血 洗干净我心灵的罪恶 洗干净我自身的罪过了之后 使我心里的想法 完全有变化 完全改正了 我朴牧师长大的时候 是个长子 所以我母亲小时候 经常招呼我干活来的 然后小时候我真的是 没少刷那个盘子 和洗那个坛子 我们家烟泡菜的坛子 几乎都是我 我给洗干净了 先泡水 泡干净了之后 要把里面的水又倒掉 洗干净了 我们的心灵 要首先有变化 真言二十七 深言二十三章七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对你说 请吃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阿们 虽然我们在一个饭桌吃饭 虽然在一个床上睡觉 但是我们心灵都是不一样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 看似是一体 但是还是不一样 甚至真的是同床异梦 背对着背 睡觉的时候 分明是相互怀恨 结怨结仇了 我们的心首先要得到变化 完全的变化 我们国家的俗化 都要得到变化 儿女多 忧愁也多 财产多 忧愁也多 这样的不好的心思 不好的想法 全都要扔掉 要变成崭新的 新的盘子 真言一章十八节 真言一章十七节 传道书一章十八节 传道书一章十七节 那么我的心 怎样能得到变化呢 我们找一下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的心灵 歪曲 我的心灵 总是惦记着曾经的想法 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灵 太狭窄 太狭矮了 大家知道 甲鱼的鼻孔 就像一根点 看都看不见 说形容一个人 心思特别小 心灵狭窄的时候 就是像甲鱼的鼻孔一样 心太小了 说一个人心胸太狭窄的时候 就像甲鱼的鼻孔一样 甲鱼的鼻孔就像一根点一样 都看不见的 昨天有位信徒跟我讲 哎呦 我好不容易养了一家 我好不容易养好我家闺女 这位信徒说 我的丈夫 特别坏 我绝对不想找像我丈夫一样的女婿 说我家丈夫是新闻记者 整天偷拍别人的丑闻 然后呢 出报纸 出新闻了之后就赚钱 然后最近 这位信徒就开始认罪悔改了 然后这位信徒就说 我闺女出嫁的时候 我买了很好的柜子 这柜子就大概有一万块钱左右 有一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这位信徒说得很 挺正经的 说我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 我辛辛苦苦养了孩子 我要把好的送给儿女 我给我家闺女买的这个柜子 就值一万块钱 那我心里心胸特别狭窄的时候呢 我心里是承受不住好几个亿 或者是大的祝福的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使我的心灵先得到变化 我朴牧师为什么会跟我的信徒们提到 朴牧师曾经得到一个 得到一份礼物 是一块手表 这块手表的价值就是 好几百万人民币 不是来宣扬财富的 为的是让大家心胸宽广 我们心胸宽广了 就能承受住一切的祝福 所以首先心灵要得到变化 我心灵要得到变化 我们的想法完全要有变化 好多人说认罪悔改了 但是心里的想法和心里的心思 还没有改变 还始终沉浸在世俗的想法和理论中 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的 首先我的心灵要得到变化 想法要得到变化 在今天开始在基督里得到变化吧 怎样才是进入到基督里呢 我们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心灵的 只要我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改变我的想法 上帝改变我的心灵 格林登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灶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这碳子不再是烟泡菜的坛子了 要有崭新的装新的事物 不能再沉浸在泡菜的味道中啊 再说的各位 无论是大家还是我 我也一样 我看到的听到的 我们生活中 我们所积累的经验中 都是一样的 我祖上三四代的罪过 都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改正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内容 很多很多 心理发挣的罪过 那曾经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那一切 我听到的这一切 从祖上 祖祖伯伯伯传下来的这一切 我们都要向上帝 一一的承认告白 求基督的这些喜庆 在我们东方 上帝说了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也包括这钱财的祝福 而且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和忧愁的 我们的心灵 要符合上帝的福音 要符合上帝的心意 我们国家一定要领受好的祝福啊 在座的各位 我得到祝福了 我们国家也是得到祝福的 而我心里总有一些成就的 不好的想法 我心里不断的有恶念 不好的想法 不好的心思 想涌涌出来 那这一切 全一的 实实在在的 向上帝告白 向上帝 陈述我内心的不好的心思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过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过 不好的为什么总要去追求呢 最近我们国家只追求生一个孩子 儿女是最大的赏赐 儿女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而我们为什么只想生一个孩子呢 那有些信求说 那生太多的孩子是不是不好呢 这儿女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赏赐 上帝最明白我们所需用的 按照每个人的分量 上帝装满我们的心灵 给我们装满祝福 只有上帝最了解我们 上帝是全能 上帝是最为精确的 上帝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加深厚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的心灵太歪曲了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和忧愁的 上帝说了 首先改变我们的想法 首先改正我们的心灵 改变我的心思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吧 在这凌晨都得到医治吧 我从小看着爷长大 看着我奶奶长大 那我曾经沉浸在不好的心思 不好的想法 全向上帝一一地承认告白 求上帝的饶恕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无穷无尽的 没有任何担心和忧愁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没有任何的担心和忧愁 上帝赐予我们的健康 不会使我们走向堕落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知识与智慧 只会让我们感恩感谢 上帝是要赐予我们这一切 而我的心灵在歪曲 所以我心灵要得到医治 我心里发出的罪恶 身体里的一切的罪恶 求上帝一一地饶恕 一一地向上帝告白 陈述我自身的罪过 求基督这些洗干净 在这凌晨洗净自身的罪过吧 我父啊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错误中生活 您告诉我们 别人的罪恶就是我自身的罪过 我们的人生 只有要向上帝认罪悔改 而我心里的罪恶 心里发出的罪和身体上的罪恶 正是我祖上所犯的一切的罪过 也都在我们身上 而我们却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们这一切的罪过 求上帝 使我们领悟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只是好的 没有担心和忧愁 在今天 从今天开始 求我父使我们 只做崭新的新的盘子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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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